耶利米书第十八章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,耶和华说,以色列加亚,我代你们岂不能照着摇将弄泥吗?以色列加亚,泥在摇将的手中怎样,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? 我何时论到一帮或一国说,要拔出、拆毁、毁坏?我所说的那一帮,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,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。 我何时论到一帮或一国说,要建立灾职?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,不听从我的话,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。 现在,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,耶和华如此说,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,定义刑罚你们。 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,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。 他们却说,这是枉然,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,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。 所以,耶和华如此说,你们且往各国访问,有谁听见这样的事? 以色列民行了一件极可憎恶的事。 笠巴嫩的血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? 从远处留下的凉水岂能干涸呢? 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甲神烧香,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半跌,使他们行没有修筑的邪路,以致他们的地令人惊骇,常常吃笑,凡经过这地的必惊骇摇头。 我必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,好像用东风吹散一样。 遭难的日子,我必以背向他们,不以面向他们。 他们就说,来吧,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,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,智慧人设谋略,先知说预言,都不能断绝。 来吧,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,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。 耶和华呀,求你理会我,且听那些与我争敬之人的话,岂可以恶报善呢? 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。 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,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销。 故此,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予饥荒和刀剑,愿他们的妻无子且做寡妇。 又愿他们的男人被死亡所灭,他们的少年人在镇上被刀击杀。 你使敌军忽然临到他们的时候,愿人听见哀声从他们的屋内发出,因他们挖坑要捉拿我,暗设网罗要伴我的脚。 耶和华呀,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计谋,你都知道。 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,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,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,愿你发怒的时候,罚伴他们。